男一男子騎著摩托車準備切出去 不過車頭方向怪怪的 男子逆向而行 果然一起步 馬上就出事了 出去了 撞到了 機車和小客車對撞 擋風玻璃碎裂 騎士的安全帽喷飛 機車零件碎滿地 受到強烈撞擊 騎士傷勢嚴重 救護車貨爆趕來 救護車到場赶緊將他送醫 急救後仍宣告傷重身亡 這起車禍發生在11號下午5點多 平農縣方山鄉台26縣南下 66歲的私信騎士 從方山農會彎出來 逆向行駛 此時直行的銀色轎車 刹車不急 機器車直接對撞 騎士重摔在地 搶救不治 而機車的車身滑行 還撞擊到了停在路邊的 白色休旅車 私信男子騎乘普中機車 于上述地點 西往東行駛時 與流姓男子所駕駛之自小客車 由北往南行駛發生碰撞 私男傷勢嚴重 送往訪療院救治 同日晚間宣告不治 三名駕駛都沒有酒駕 騎士突然關出來 疑似是要超近路 到離農會不到50公尺的路口 銀色轎車的流姓駕駛 連閃都沒得閃 涉嫌過失致死罪 案件將移送地檢署 由檢察官來認定 TVBS新聞時刻 全頻道報導